今天是2022年5月5日星期四 小编在前面的视频中提到过 周深的歌曲《由我》拿下了上一周腾讯音乐游泥榜的周榜冠军 并且还刷新了记录 当然小编提到的刷新记录只不过是存在于小编的记事本上 如今尘埃落定 腾讯音乐游泥榜公布了详细的说明 周深打破四项记录 第一项记录是周深凭借18首冠军单曲 成为了游泥榜冠军单曲最多歌手 第二项记录是周深凭借20次夺冠次数的成绩 成为了游泥榜夺冠次数最多的歌手 同时也是2022年至今夺冠次数和夺冠歌曲数最多的歌手 第三项记录是周深攻击掌握了69次推荐度Top1 由此成为了游泥榜推荐度Top1次数最多歌手 最后一项第四项记录是 周深还拿下了87次五大维度单线Top1的成绩 凭借此成绩成为了五大维度单线Top1次数最多歌手 恭喜周深 值得一提的是 歌曲《有我》在目前的游泥榜实施榜中 依然位列第一位 而且评分很高 如果歌曲《有我》能够拿下本周的周冠军 那么周深的歌曲将会在游泥榜上实现三连贯 同时也是单曲二连贯 实话说 这样的场景只有在谈到海外榜的时候才会经常发声 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助力 除了游泥榜 腾讯音乐还发布了另外一个青年歌手榜 从去年4月1日到今年的3月31日 整整的一年的时间里 腾讯音乐榜根据游泥榜和浪潮榜双榜成绩 签选出了本年度30位3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歌手 而周深也毫无悬念的位列其中 截止到小编写稿前 周深的单人成绩单还没有公布 不过根据视频开头 小编提到的四项新记录 周深的成绩显而易见是华丽的 最后期待一下结果 接下来是吃瓜小道消息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马上就要到了 晚上有爆料 今年的B站夏日毕业歌会2022 将会在6月初举行 周深也将会收邀加盟 B站的夏日毕业歌会 今年是第三届了 去年周深首次参加 就演唱了三首歌曲 Try Everything 来不及勇敢和预见 希望今年能够有更好的歌曲舞台 当然 该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宣 所以最后的庆祝 还是要等官宣之后 你是否对此充满期待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永文 每日都进来更新 全国歌曲 全国歌曲 最后的名字